大雨下不停 最怕山区土石hold不住 随着大雨伴随而来 发生严重土石流 为了避免天灾带来严重损失 应该去公所进行防灾演练 选在南京活动中心前广场 先是成立灾害应变中心 最要紧的是在黄金时刻 抢下救人的第一时间 做这个演练最主要也是让我们 所有我们公部门 我们英歌区的所有各个 除了英歌区工作以外 我们的警察 消防 卫生 国军 还有我们的志工人员都了解 在防灾的时候 我们多做演练 多一份准备 一旦灾难发生的时候 大家都能够很快的上手 英歌区万一发生严重土石流 最要紧的是要将居民 在第一时间内撤离 透过演练 公所协调各方人力 包括了英歌分住所 英歌消防分队 还有地区领旅长的协助之下 安全撤离所有居民 每年防汛期前 公所造就进行防灾演练 透过人力整合 还有各个单位的协调 事先做好各项准备事项 确保因应重大事件发生时 能够有足够的应变能力 将灾害降到最低 中家新闻林立如范刚宜 英歌报导